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会分享椰子炖鸡汤 这道汤 营养丰富 材料又简单 椰子最好就是买露的椰子 因为它的椰子水比椰青 又浓郁又甜 街市的老板教我 重新的椰子就一定饱水了 撕走多余的椰子皮 然后洗净它 这道汤 材料简单容易做 最难就是开椰子 由于我要圆中等椰子 所以难度就更高了 用刀沿着椰子的顶部割一圈的痕 然后用刀尾 痰痰圈地烤它 烤到见到白色的肉 就可以试一下嚼开它 看起来很容易 我都用了20分钟来开椰子 如果要麻烦的话 在街市叫老板帮你开 接或许在其他cil简介 我会设计先倒椰子水 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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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这里是半只菜园鸡 把它切开 先把它切拌亂一点 我是用鸡胸再加上我撕走那层皮 这道汤一点都没有 需要用到的材料包括有适量的龙眼 红棗和记者 其他可以自由发挥 而功耀处有滋阴保神功能 功耀处需要用水浸至少4小时 最后加两片姜中和下的汤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滋保有盐排毒抗老化 和增加免疫力 下椰子水的时候用雷芒解隔它 因为开椰子的时候可能有些碎碎掉下去 水滚之后就用中火等它两个小时 好 等完两个小时 这道汤不会再加盐 因为江瑶柱会带出咸味 吃之前再加少许杞子 这道汤就完成了 我时不时都要分享我食料的制作 如果你都喜欢的话 订阅我的频道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最新的影片了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